PVZR十周年人气代言值活动终于到了最终的六强决赛阶段了 我为原始豌豆射手代言 夺冠吧我的原神 从颜值上看高挑的眉毛深邃的眼神 帅就一个字 从实力上看原始豌豆射手兼具控制和输出 原神的控制能力有多强 击退加眩晕 两种这么强大的控制效果出现在同一棵植物身上堪称逆天 从获取途径上来看恐龙危机白给 真香啊 从升阶途径上来看 打过了恐龙危机第五关困难模式 就可以在植物探险获取原弯碎片 稳定升阶人人都可以免费生满 从用途上看 想必有原弯的小伙伴都已经爱不释手了 主线剧情那倒不是事 打起江湾博士来 一颗火球一颗血 种上原弯坐等过关 就是这么强 就是这么溜 为什么总说原神YYTS 用过的都知道 在无精挑战里面 有原神在 你居然僵尸都过不来 控制无敌 有了原始弯豆兽手 什么秘境啊 现实活动啊 都不是事 奖励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回忆之旅 虽然是你猫尾草的天下 但是我原始弯豆兽手 一样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双人对决 虽然是弥后逃到天下 但是我原始弯豆兽手 也不弱 要不是这个模式 有一个僵尸免控制的争议在 哼 追击的僵王挑战 由我原始弯豆兽手 加火炬树桩 就没有打不赢的BOSS 稳定拿分 So easy 这样的原始弯豆兽手 你们还不心动吗 你一票 我一票 原神明日就出道